看完 然後在這中間 好 那我先帶大家喊一下口號 OK 那我們今天的主訴求就是 環害署長張子敬要下台 那我們現在喊 張子敬殺地球 張子敬殺地球 張子敬殺民族 張子敬殺民族 張子敬反進步 張子敬反進步 張子敬海見空 張子敬下台 張子敬下台 蘇貞昌別包庇 蘇貞昌別包庇 張子敬不下台 蘇貞昌就下台 蘇貞昌就下台 好 那我們 這個畫面可以嗎 還需要再一次嗎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好 那 我們這些環保團體 這些環保團體在此召開記者會 就是針對今年的5月20號 我們就連署了40個環保團體 提出了 張子敬應該要下台 對環境破壞負責的年署 但是已經過去了6個月了 張子敬依然老神在在的 在他的官位上面 前幾天我們看到了行政院發言人 丁一銘請辭下台 連丁一銘這樣子的錯誤都應該要下台 比丁一銘更惡辭 更可惡 更破壞環境 更傷害民主和健康的張子敬 為何不需要下台 是誰在包庇張子敬 是誰讓張子敬可以橫跨藍綠 繼續的破壞我們的環境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這些環保團體 我們一起來做個說明 那我先請 當化環保聯合的吳慧君 其實我們會有張子敬下台 這一個行動是我們在今年5月12號的時候 有發起的一個保護聯署 就是2020環團發起反對張子敬去任 環保署長的這個聯署 然後其實在僅僅的一週內 就有44個環保團 全台環保團體跟製作會加入這個聯署 因為其實大家都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這一個環保署長上任之後 照理說環保署長應該是有一個保護 環境保護的核心的價值 但是自從張子敬上任之後 我們感覺到它是一個被盜而行的一個狀態 那這些聯署的環保團體 對於張子敬任內 許多重大的爭議的開發案 快速通過 然後包含環庭修法也停擺 甚至又鼓勵興建混化爐的這個政策 還有公民參與倒退都相當的不滿 甚至我們在幾個月前也特地召開了一個 十年衛修讓人詬病的這個環境審查 環境要點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看到環保署的任何的檢討行動 或是跟環保團體有任何的溝通 近期居然還又要做這個空污倍率降低的這個修法 鼓勵業者 那我們還在天鄉發現多處的廢棄物非法氣質 是非常感受到環保的治理 完全沒有進步 反而又開到車 所以我們環保團體要在11月22號的秋冬 一起遊行上街抗議 要求環保署長張子敬要下台 也邀請號召所有受環境污染說服的全台人民 一起共同加入這個秋冬環保大隊 環保署長不下台 台灣環境不會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彰化新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 那我們對於張子敬當署長的任內非常多的 覺得很 製造署長真的很low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他 我們最新的發現 這是我們在彰化短短的施工裡 台石七線 這個是台石七線 所以短短短的施工裡 就發現了二十處的非法的氣質 土壤在鐵地上面 那我想張子敬任內 當就是我們像這樣拍的一些拍圖 耳鼠長在任內的時候 大力推動的焚化爐 也有不同的二心齁 不過以焚化爐來看 新增的焚化爐 像張濱公益區有新增的焚化爐 甚至他是掩埋四葉廢棄物 依法如果依照環評法裡面 是要進入二階環評 但是在他任內是快速的 讓他在一階都通過環評的 其實已經違反環評了 我們看到他大力推動的焚化爐 居然可以不用依法來進行 就讓他通過環評 如果我們來回顧 來張惡靈經濟的話 惡靈經濟早在前年環評委員的時候 任內就已經補決他了 但是換到張子敬當署長的時候 他居然不敢在大會裡面直接補決 現在奧體推花爐 現在還在環評大會裡面 農委會跟張外縣政府還在進行協商 這個早就在環評大會直接補決了 自從103年就審查到會議 張子敬的任內我們看到有很兩大的差異性 惡靈經濟居然可以為了這個東西拖到現在 旁邊的惡靈中科到現在只有第二家廠商進駐 憑什麼這樣子搞 一個早該應該進駐否決的 朱利斯波一直拖 早該進入二階環評的 沒有他進入二階 直接進入一階環評 就他們通過了 我想這是我們的署長嗎 可以這樣漠視法律嗎 可以這樣漠視所謂的專業審查嗎 這是我們看到的這樣署長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看到的章話真的很明顯 剛剛提到的廢棄物的野蠻部分 真的很誇張 這件事情短短二十處 因為綠能都要開發 民眾跟我們檢舉 因為政府要發展綠能 這些都在不利耕種區發現大量的廢棄圖 而且是在農地上面 這是政府要做的喔 可以這樣搞嗎 這是農業大線耶 我們看到張子晉署長 是這樣子惡搞我們的環境 那昨天台南四二大開明鏡有開會 也提到環保署的副署長 應該也要下台 我想除了今天的訴求 除了張子晉署長要下台 副署長也要一定下台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上頭長官啊 蘇貞昭院長 你應該一起全部的請辭吧 這讓我們把我們環境二搞成這樣 沒辦法忍受了 謝謝 好 謝謝那個月一 那接下來是請 好 先請我們桃園藻礁的韓老師 大家好 桃園藻礁在3月28號的時候 有三接的工作船呢 破壞了藻礁 將近0.6公斤 深度超過50公分 非常嚴重的破壞 但是在我們現在這個 無能署長的治理下呢 我們看到現在沒有任何的處分 那至於張署長過去以來 剛剛我們幾位好夥伴呢 說了很多 真的是禁足難輸 那我最近感覺到的 最深痛的就是 這些廢棄物 可以假借循環經濟失明 然後呢它就變成產品了 這些產品 現在倒到每個地方去 都沒有罰則了 這個國家的土地 要被破壞到什麼程度 我們辛辛苦苦 把他們支持出來本土政黨 現在回饋給我們的 竟然是這樣的 滿目瘡疑的環境 大家能忍受嗎 張子敬 固然是 這一個機關 環保機關的主管 但是我覺得蘇貞昌 要負更大的責任 因為土地環境 是世代的資產 我們有義務把它保留給下一代 完完整整的 如果在我們這一代破壞了它 造成下一代的生存困擾 我們這一代人是有罪過的 本土政黨標榜自己綠色執政 怎麼可以繼續縱容讓這樣的環境破壞下去 所以在這裡我要求環保署長下台 蘇貞昌如果不能改變這些 惡劣惡化的狀況 我們也認為蔡英文總統 換下行政院蘇貞昌院長 不然你所有的英明都可能因為這些人而敗壞 這是我誠懇的呼籲 謝謝 謝謝潘老師 那我們先請憲政來 來做發言 各位我幫各位媒介大家好 現在的環保署 它就是在對土地做掠奪 它現在就是在對環境做掠奪 本來我們期待的環民制度是什麼 我們希望它可以幫我們擋下來不當的一個開發 可是各位可以看一下今年 今年以來從一月 淡北道路的一個開發案 還有這個最近比較新的 我們台灣史上最大的徵收案 桃園航空城計畫的一個核心計畫 桃園航空城機場第三跑道的一個環平案 這兩個環平案在通過之後 事實上當天都只有這個開發單位 因為當地居民公民團體陳述完畢之後 在閉門會議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就爭議去做一個充分的討論 也沒有去做爭議來做理清 就這樣子通過了 我們本來環平的設計 就是希望說透過專家委員 充分的一個審查 集資廣益 來做這樣的一個交互辯證 這樣才是所謂的核議制 但現在的制度 完全就是為了作為一個開發單位的一個橡皮圖章 完全沒有為環境來做把關 我們希望的 我們需要的 事實上是一個為環境把關 專業審達的環保署 而不是一個為政治服務 為開發單位做橡皮圖章的一個環保署 所以我們認為環保署真正這件事情 應該要負起全部的政治責任 應該要向全民道歉 而且要下來負責 謝謝 謝謝憲政 那楊博士先發言 今天我稍微看一下過去我們蘇貞昌講的話 他在競選台北縣長的時候 他說有污染就關掉 如果煤電有污染就關掉 他的講話口氣真的很像王永慶長 我們家的這些工廠環境六清都會比家裡的廚房還要乾淨 所以我們也看到 查了一下看到 您多歲講說 小英曾經講過 誠信是政治家的最重要的事情 那過去林毅永也是這樣講 所以我們聽了很多過去蘇貞昌講的話 也聽到小英在管不光實話講的話 就是我們要留給一個乾淨而美麗的家園給我們的後代 那今天很不幸 所以如果說整個執政團隊 行政團隊就是堅持要用張直進的話 事實上跟他們當初掌政者對人民的承諾是很大的私信 因為底下人並沒有執行他們這樣講的話語 那我要再講 我今天穿的是228台灣228關懷總會的這樣一個制服 228可能正確的那個期間指的人不知道多少 但是我們現在都知道 台灣每年因為環境傷害 空清不染排放的傷害 也是數萬人 每年都發生228 難道這些事情不重要嗎 我們這個執政團隊一直在呼籲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就是要留給我們台灣的後代子孫 就是有一個乾淨而美麗的家園 這是范英文董統在2011年事業 在我們彰化講的話 我注意這個 朱登昌如果要負起責任要有誠信 小英也是對戴欣哲講過 政治要參與政治就是要有誠信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今天我們掌政者當初競選的時候 在其他場合講過的那些美麗的 這樣的映寫的未來 如果留下張子慶 我想對台灣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對他們的執政也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如果台灣環境都破壞到這樣的時候 我們上一堂再講國務法 他們不希望如果環境都已經變成一個大的 離島工業區的時候 那個環境已經不是我們台灣 這個後代子孫想要得到的 想要居住的一個環境 以上 好 謝謝楊博士 那接下來請葉醫師來做說明 謝謝 我用幾個不小心的討論 我想頂發言人請辭獲准 我想這是應該的 這些發言人 他把發言的工作做不好 當然要請辭下台 所以他如果沒有下台 他就一直冷靜 蘇貞昌 一直冷靜 我想美女在看幾天 所以環保署 他的義務是什麼 他要環境保護 所以如果環境保護做不好 是不是要什麼 我們中華環保理門 520剛才說的 有幾十個團體 就職前世 新的520那時候 在任命做環保署長之前 就說他不好做 但是 蘇貞昌跟衛留 我想 就說了 所以我覺得 我家人會說 他是環害署長 我們家人會說 他是環害署長 所以 他是吃環保之名 行環害之死 所以 他比頂發言 更應該下來 所以 我們請蘇貞昌 不要再包庇 所以家人後面 我們這裡有堂 剛才有舉足的例子 分化爐 因為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要用 我們十年來觀察 台灣的空氣 治理 和氣候的治理 從這裡來看 為什麼我們用這個角度 他需要下台 所以剛才說 張子健在台地球 張子健在上民主 張子健在反進步 張子健在海健空 所以張子健要下台 溫室氣體減量 或是中火自治條例 這個事情 我們看他原本沒有選擇的環保室長 P2.5 達標 本來是今年要達標 結果他一個 一個 一個地方都原三年 本來去年要公佈 新的空品標準 結果去年都沒有公佈 選機贏過後 選到最近公佈9月 還要調整空污廢 我想 他很多事 我們看他根本沒有選擇的環保室長 他對人媒太多 理論上 他應該是經濟不去講義的 環保室長 應該要說環保的事 所以 因為我們說 張子健本身 就環保署長 他做得不好 跟定義民一樣 環保他做得不好 因為我們比較煩惱的就是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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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 台灣不會再減碳這方面缺席 這是修煙第五二零港的 永續會是幾十年了 那是國民黨那時候就都有了 他沒有開標示 手電槍也沒有重視永續 我們看新設的2016年五二零的 能源減碳辦公室是修煙的創局 理論應該照時間開花 他是三個月到六個月要開一次 所以我們看一張五二零之後 那時候他說他的虛心改進 他不會主動跟他約談 我不知道有沒有 所以他還留任 所以我們8月8號之前 遊行前信我發一次他沒有適合 我們第二次發一次 因為他跟主界的五個月 最重要的是他是台電 在常務董事做十一年 還有做十二年 比所有的董事長 做得比較久 所以我們中間就說他是地下董事長 和地下總經理 所以他理論上跟台電有關的事情 他都要迴避 我跟他做環保署長 所以環評委員相對也都要求的 理論上他就有可能可以間接 影響環評委員 甚至影響環評估 所以我們中間就說台灣感到還有環保署 台灣感到還有空保署 那像張子政在那裡 做十二年台電的常務董事 我相信這是空前絕後 常務董事很大 所以理論 這是張醫師說的 公務人員在裡面 如果你有直接監督的時候 你不得監視董事 所以理論上就 一開始他就完全沒下董事長了 沒下董事長去做環保署長 結果他做年以往就沒辦法了 所以 我們看這張子政做十幾年 這是空前絕後 他在任內裡面 他做台電能協助台電做好 結果台電的煤倉到近年也還沒去好 人 台塑一起就開始就起床了 他在那裡協助台電 結果十幾年也還沒做好 所以非常可惜 他去年 又用環保署長頒獎給台電 這諾貝爾獎 所以我們認為 台電在他協助之下 不但罰款 你看 2018年創新高 他2019年又親自頒獎 環保 給台電得諾貝爾獎 我覺得這是 輝瑞 哭修獎 不然不要講 在命啊糟糕 所以 完全 不適合 所以我們說 他台貝爾獎 我們看這張 他今年 又 剛才年 你想說 空汙劑 可能這裡需要空汙劑 如果第二季跟第三季 夏天 可能就可以調降 這款不是說我們有意見 林蘇芬議員也有意見 我們看 二月 九年 九年開始 跟賴清德第一行政院長任內 他要進行 就是台灣後來不再用四季車 結果 九年 蘇貞昌內閣就開放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電視廣告到這幾天 還有很多電視廣告 這是非常嚴重 這是台地球 所以我們最近缺水高溫 我想這很恐怖 所以台地球 綜合的事 就是 我們今年一月的環評大會 HU 那也是 對那個地球是很差的 機車 我想 如果我們 2020年 還有機車放差 當時 台灣才會沒有油的機車 在台北施散 所以 非常恐怖 就是說 2035年 李倫山賴清德那些好的東西 李倫山要 蘇貞昌要延續下去 結果沒有延續下去 另外 我們來說 反民主 商民主是怎樣 月圓跟匯軍 他們以前去錄影 在沈世宏的時代 他們都從來不敢 叫他們 叫他們不可以錄 國民黨如果計算 但是 民進黨就 你看過年 就請他們出去了 所以用11年前的旁聽要 禁止環團直播 所以這是 這是什麼的民主啊 民進黨用民主進步為名 結果它是 最民主 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 台中市的地方自治條例 中 政府的地方自治條例 是林家隆的時代 過 為什麼 蘇貞昌來就說 不行 四年裡面都沒有事情 出色 這是不是 三民主 所以 民主進步黨 它自己本身 民主為名 結果這樣做 是最民主 有最進步嗎 空品標準 前年 環保署長 可能 公佈後 理論上 去年要公告 新的空品標準 去年 去年也要公告 結果沒有 沒有 到今年9月才公佈 空品標準 所以 整整萬一年 所以 第二件 P2 要達標 本來 是到今年要達標 結果 最近 就忽然到 延後三年 所以林書 也這麼說 空品標準 完全沒有減量 由於 另外 它還可以 在台灣 還可以 以為 後面 空品 要怎麼當時才改善 因為你在高雄 在那些 本來就你賣了 所以 所以 有害健康嗎 所以 張子健 上任要 3月19號 禁售 才與燃油機車 這政策 確定轉換 我們看 河內 203年內 裡面 自動機器都不會在那裡塞 我們 台灣後面 台北七年 在那邊塞自動機器 台灣的 屬 越南 好 所以我們想說 蘇貞昌 你是不是 在後面 背後的總警員 朱書宣 在這裡面說 平二長 是應該去年 要達標 突然跳標是怎樣 我們看 立任行政院長 至少人 在那裡 都有做一些空氣 一些事情 我們看 2011年 其實 2011年 開始 點空屏 空屏標準 我們看 毛治國在任內 裡面 至少有提出 輕線空氣行動計畫 其他人也都有很多 行動計畫 只有蘇貞昌 在古力救援裡面 沒有特別的 什麼計畫 跟防止 所以 這是裡面 最沒有作為 而且 還要把平二點五 要達標 再延後三年 前面的院長 從來沒有變過 這個達標的年 只是蘇貞昌 跟他改 蘇貞昌 其實跟平二點五 有關係 2011年 4月那時候 在國光石化的時候 他是來親自簽 平二點五 他跟修英簽 所以他簽之後 台灣才有平二點五 剛才的報紙有你說 他在2018年 新北市在選舉的時候 他說 我三十幾年了 我整四人三十幾年都堅持完保 我剛才你胡佑儀 2018年你關心選舉才來關心完保 你實在很堅持 我所謂 我一四人 堅持完保三十幾年了 我剛才你這樣 我們看一張 他說生美許可 如果有的人 我就不犯 我不是生到無犯 我是新林口有汙染 我也不要發 絕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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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美許可 有汙染就不發 我保證 新林口一定有汙染 所以 我們來看這張 不像你已經發了林口 你找 你找給他 如果林口電廠有汙染 我就要關掉 你讓他生美許可 也要關掉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拜託 蘇貞昌的 新北市的候選人 可以請蘇院長 現在把新林口關掉 我們完全支持 新林口 我們在這裡要關掉 他絕對有汙染 所以他如果要關掉 就給我們支持 就是 沒什麼 這在這裡 這是他講的 這在這裡 好 所以中火汙染 絕對汙染 所以 因為中火 如果說 比新林口 絕對比較汙染 所以 因為 環保署 撤銷 中火自治條例 我覺得這是很荒唐的事情 環保署 不管哪 也要環境保護 所以 我們任的環保署 已經是燃煤署 已經是環害署 已經是殺人署 中火 百分之百汙染 中火 如果 如果 新林口汙染 要關掉 拜託 中火先打麥 都要關掉 百分之百汙染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 我們觀察 2011年開始的空氣和氣候 我們從2011年看歷任四個署長 張子正是最爛的 最爛的 比沈世宏 比國務院 比李應援 更差 他們至少有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雖然我們沒有完全滿意 但是張子正是正面的做不做 還做賣的事情 所以他是臨時 地球民主進步健康 他如果還在這裡 對民進黨 對我們國人 對什麼都不好 我們也會 朝著幾個月就把他下台 他就變成 大家會把他拿來 冷靜一下 他冷靜地球 所以蘇貴剛才說的 他自己本身沒有開永續會 當然我想的架架 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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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剛才說的 2016年5月22日 郭忠祐成立 成立能源檢查辦公室 結果 我們來看當時沒有開 你看看 林權一年開時間 照開 賴清德 蘇貞昌 開兩次 蘇貞昌 去年開兩次 今年 他已經十三個月沒有開了 沒有開了 所以沒有開開 是變成 行政院的常態 所以我們就看 他這裏就是 蔡英文 他新創的 所以我在這裡說 要是藐視蔡英文 蔡英文比較重視 我沒有開 十三個月沒有開 所以 如果 如果 我們看那些院長 剛才說的 毛澤伯 這院長 至少都做了一些事情 吳敦委 在2001年 那時候 批二電標準 全世界裡面 我們進步 跟美國 跟日本同步 算很進步 過去陳蔥公告 他也還要求婢 過年公告 最後 過去江一化 人實行 也不夠休息 就像 張子正 他那幾年 本來公告 結果就休息 就在那裡拖 所以 毛澤伯也提出 清淨空氣行動方案 至少 人們都沒有做一些事情 所謂的事情 所謂的事情 都沒有特別做 所以我們選委 是2001年 和國民黨 民進黨 所有的行政一定比起來 蘇貞昌 是最爛的行政院長 所以 剛才說 環保術是靈體 地球 民主和進步 蘇貞昌 也是民進黨 三個 羅青鐵 林鑽 最爛的行政院長 這是我們的看法 所以 今年 風起雲龍 我們看 跟我們 不是說歐盟在選擇 說2050正能探牌 不是英國在選擇而已 不是這麼多在選擇 跟我們在韓國也選擇 2050正能探牌 所以 我們今年8月8日 這天 在 八八風災 的前夕我們拍 台灣正能探牌 這裏 白的是醫療人員清的 白出來的 這有特別的歷史意義 因為今年是COVID-19 今年裡面 我們白出台灣 也希望正能探牌 所以 我們看 孩子 今年 台灣的青年氣候聯盟 在今年 九五七也走出來 他也真的要宣布氣候緊急 也是 2050要正能探牌 我們看 他那天 沒有削減 他的意志 不是只有這麼年輕人 你看 爸爸媽媽 也出來 所以 張子靖他幾年 說 臺灣勾立 我們要怎樣 我想 如果要請他來講 2050 這個年 我想叫做 請貴客游檔 所以張子靖能夠 建立什麼 我想很困難 我們期待這個人 就期待 請貴客游檔 同樣 所以你看 今年一二十 人家長也帶孩子 樓梯也帶孩子 小朋友出來 所以 我們看 台灣環保聯盟的 創委會長 支持市民 七十歲 不是 年輕人 也不是 義感 我們看 老中青 大家都期待2050 建立碳牌 但我們要期待張子靖 這是請貴客游 當然是完全記憶 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看 今年 十月二十六 上高的 日本首相 也是2050 建立碳牌 日本香港 如果有 台灣可以不做 所以 我們看 拜登應該會 當選 他不但2050 建立碳牌 甚至2035 是電力建立碳牌 所以 我們看 建議美國 他這樣做 台灣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你在工業 全十三大牆的時候 我們如果沒有這樣做 日本香港人都這樣做 我們要怎麼 拜我們的經濟 會怎麼 所以我們看 期待 氣候 空汙 我們看 張子靖 最近 燒火燒到五三天 那三天還在燒 所以我們要期待 張子靖 是完全沒有機會 所以拜託 蘇貞昌 你是不是可以 停 陳其邁跟潘文昂 是不是可以 生大家 可以關起來 我想 我們要期待張子靖 完全沒有機會 所以 這就說 建議蘇貞昌 你自己本身也做不好 你如果要期待 請客 有端的張子靖 去完成 我們的氣候 空汙的治療 改善 我想說 是不可能 所以 在這裡 最後 我們要說的 張子靖 理論上 你要做環保署長 但是你今天是做環境破壞之時 所以你做不好 你對破壞氣候 所以破壞地球 所以張子靖 該下台 蘇貞昌 不要再包庇 如果張子靖 不下台 蘇貞昌 就下台 所以拜託大家 關心環境 關心氣候 關心空汙 在這個拜託 我可以站出來 建議蘇貞昌 院長 你不要再貪婦了 期待 做台電常務董事長 十幾年的人 完全 根本就沒有下 做環保署長的人 你再繼續期待他 我是完全 這是不及的 你再貪婦 你可能就要換你下台 感謝大家 謝謝葉醫師 我們是不是 最好再換兩口 不,我們先再喊一次 我們今天主述的口號 這是環害署長 張子靖要下台 張子靖如果不下台 我們就上凱道 要求蘇貞昌要下台 張子靖殺地球 張子靖殺地球 張子靖傷民族 張子靖反進步 張子靖反進步 張子靖還健空 張子靖還健空 張子靖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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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貞昌別包庇 蘇貞昌別包庇 張子靖不下台 張子靖不下台 蘇貞昌就下台 1122上凱道 1122上凱道 1122就健康 1122就健康 好,今天記者會高將 如果有記者朋友要提問或是在訪問的話 就可以背後再訪 好,那今天到這邊,謝謝